大家好 我是纽线维安 欢迎来到我的多肉花园 那上次我做的视频呢 就是水培生根法 是针对没有根的多肉 进行我们快速的生根方式 那现在我的玉凤已经发根咯 让大家看一下 玉凤已经一周之后呢 它真的非常快就已经发根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粉嫩很粉嫩的根 非常的漂亮 那至于其他的呢 有些都还没有发根 没有关系 我们种多肉呢 就是要耐心的等待 让它长大 所以呢 这就是针对没有根的情况之下 我们进行的水培生根法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在有根的状态下 你从土培要转回水培的方式呢 要如何做呢 下次我的视频 我会做这样年快到了 那我们势必也要应景一下 所以呢 今天我要做一个多肉盆栽组合 那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做呢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梅花迎新春 用这个花器来当我们今天的主题 由于我很喜欢废物利用 把家里不用的东西呢 来种我的多肉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非常的好玩 当你种好之后呢 过一阵子如果你不喜欢 你就把它拔掉就行了 或者再加种一些多肉上去 其实是让家里有很多的变化 不同的花器 种出来多肉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好 那今天我拿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的鼻桶 那上面因为有梅花 所以呢 我们就来应景一下梅花迎新春 来种我们今天的多肉盆栽哦 今天我的花器就是鼻桶 那梅花迎新春祝福大家 来年行大运 好那现在就开始我们的 种植我们多肉盆栽哦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多肉都在这边 好那我们先放边上去 首先我们一样 要把我们的 放基底石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基底石 接着再放入我们的多肉土 去看你们一样 我们这次看大家 这次好 我们下来 有点 这次看大家 这次看来 其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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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完成我们的多肉拼盘 是不是超简单超容易的呢 看起来真的非常有过年的味道 因为我放的几乎都是 有红色的多肉晒了会红 所以感觉是很有喜气的样子 好大家不要忘记哦 三到五天再给水 那一定要放在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方 好那这样子 祝大家新年吉祥 万事亨通哦 来年想什么都可以实现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并分享哦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新年快乐 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